《夜風中》第一回 是由李安球編導、岑海倫原著、 楊軟眉改編、陳偉明錄音 主題曲是由謝永康作曲、鄭國剛填詞、方依琦主唱 並且由劉安東、車心梅、張志輝、莫家驅、譚翠蓮、丁欣、楊麗仙、 陳偉康、姚秀寧等聯合播出 悲歡離合《夜風中》第一回現在開始 《夜風中》 《夜風中》 兩夜里遙遙秋千 黃髮輕言語非矣 刺激中残求悲乐 心底爱意 仍待发意 求援我有情一点 为我彩浮温一片 我及彩云龙走着 这些美丽仍是片面 愿现在再次 从前重温 见了偏见 爱情如风 轻见了有回事 我向爱风亦多变 无奈爱情如枯枝 当到中途难中处 我只客气怀问你 你再昏远 我再爱情 阿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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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 二奶奶什么事 还问什么事 你们的功夫做妥了没有 太太她们就快到了 全部都做妥了 其实不用那么紧张 一个女孩而已 要所有的人都为她做事 不紧张就假的 你知道这位表小姐多重要 连你们的太太 都要就她几分 听说大姑娜 觉得相当有钱 是不是 那肯定是有钱 如果没有钱 怎么可以住在瑞士那边享福 那不怪的 她们接机回来了 你快点去斟茶 我开门 喂 还站在那儿 快点去斟茶 行了 来了 来了 真的你们回来吗 是啊 上门 进来 你坐了这么久的飞机 一定很累的了 需要不需要回房间休息一会儿 不用 我一点都不累 昨天我说 我这么多年没回来香港 真的很想立刻就四周看一会儿 珊瑚 不用这么心急的 以后大把时间 我一定会陪你四周玩的 现在你坐下休息一下吧 又好 啊 亚文表哥呢 他不去接我机 现在是不见他的 亚文本来都想去接机的 不过就被几个同学拉了去街 哦 情愿跟着同学去都不来接我机 等他回来 我要罚一下他才行 是啊 锦衣 亚文真的没回过来吗 是啊 连电话都没打过回来 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真是豈有此理 越来越不像 我已经再三提他 要尽早回来 他简直当我的说话是耳边风 阿爸 都不是的 或者他真的有事 要回学校呢 是啊 他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 当然有很多事要做的 大学生又怎样 我说他简直不知所谓 哎呀 那个猪是真的没用的 叫他去倒茶 倒到现在还没出来的 等他去看看才行 不用了 他出来了 哎呀 阿猪啊 为什么你做事做得这么慢的 快点啦 行了行了 先生 太太喝茶 大超 你先给表小姐 表小姐喝茶 谢谢 表小姐 你人生得漂亮又脆 真是人见人爱 是啊 锦衣叫我珊瑚 行了 你是寇母姐姐 即是我长辈来 是啊 锦衣 我带了份礼物送给你 啊 什么玩意 我也有礼物啊 多谢 多谢 不用这么客气 是啊 是啊 珊瑚说得对了 大家是一家人来的 而且今次珊瑚回来香港读大学 起码要在我们这里住几年 我们要令他觉得 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千万不要当是客人 知道吗 那 那好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珊瑚啊 你以后有什么需要的 就儘管找我吧 还有啊 你住的房间 是我亲手布置的 如果你不满意的 就告诉我 让我和你再布置过 不用了 我都不说够的 你看过才说 好吧 是啊 珊瑚啊 你也是去洗个澡 休息一会儿 等吃完晚饭之后 我叫大表哥陪你出去玩 是啊 珊瑚 好吗 压文表哥呢 会不会一起去的 如果他喜欢的 一起去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还是早点吃了饭 等他们可以早点出去玩 我也是这样 不用等他 那夜 如果开得饭就立即开饭 好啊 我去通知厨房 不等啊 文表哥 我想他会在吃饭之前回来的了 是啊 珊瑚啊 你不如上楼看看你的房间吧 然后就去洗个澡 休息一会儿吧 是啊 雷文啊 妈 你表妹上去吧 好啊 珊瑚 来 好啊 扣布扣布 那我上楼先了 好啊 好啊 那你上去先了 珊瑚啊 这只鸡腿呢 是给你吃的 哇 行了 行了 那我给你看一下 你们轮流夹送给我 我啊 只顾着吃饭都不用怕饭了 有什么所谓呢 最重要是你喜欢吃就行了 是啊 珊瑚啊 在瑞士那边 很少吃到这些中国菜的吧 是啊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特别好吃而已 那就吃多一点 是啊 啊 当然雷文回来了 哦 爸爸 妈妈 哼 为什么搞到现在才回来 嗯 我有点事 有什么事这么重要 李珊瑚表妹 从瑞士禁义回来 反而要她等着你整个下午 对不起 珊瑚 哦 是不是去收拾女朋友呢 不是啊 那如果真是有事的 算你一次呢 哎 来 艾云表哥 炒菜一起吃饭吧 哦 艾云现在才回来 一定在外面吃了饭的啦 是不是吃了饭啦 哦 嗯 是啊 快点去洗个澡啦 还站在那儿干什么呢 哦 好 哎 喂 艾云表哥啊 冲完粮快点下来啊 我有很多事话跟你说啦 江湖 吃饭先啦 来 再吃多个虾球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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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是说好了八点钟开饭的 忽然间又 哎 嗯 幸好前两天在Maggie的生日派对那儿 抽到一罐Cookie饼 如果不是啊 今晚饿死到 好 吃饼 咦 咦 哦 哦 怎么不见了呢 我明明放在这里的 啊 难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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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说话要小心一点啊 我啊 知道要偷你的饼来吃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问一下而已 曲奇饼而已嘛 我们工人房啊 随时都有三几罐放在里的 为什么这么紧张啊 今天怡奶奶才拿了一罐新的来给我们 啊 你是不是想我们赔一罐给你啊 自己工人房拿吧 哎 哎 算了 没事了 没事那我不管的了 哼 堂堂的意思 这么贵枯寒 好厉害 哎 哎 哎 进来啊 哈 原来这么懒得睡在床上 哦 是你啊 你说冲完凉下来陪我聊天啊 干嘛 忘记了啊 有大表哥陪你聊天不是一样吗 什么一样啊 他是雷文 又不是董艾云 而且我今天第一天回来啊 大家又没见过那么久 你应该来陪我聊天啊 对吗 那就是应该的 应该就可以了 干嘛呢 你不应该进来我间房啊 不是多方便啊 你说什么啊 什么不方便啊 以前我们现在就时时那样了 以前我们还小啊 哼 不然大过来我就不可以进你房了 我就不信你这么古老保守了 我记得你以前也不是这样的 没想到很调皮很活配的 没必经常提着以前的事啊 为什么不提呢 以前我们最老有记的是不是 今时不同往日呢 哦 哦 那你即是说现在不和我做老有记了 不是 你不用不认啊 近几年来啊 你越来越少给信我 还要我三吹四启才肯回一封信给我 我功课忙嘛 哎 你不用解释 现在我回来了 我可以亲眼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这么猛 好 你便看吧 嗯 别说这些东西了 你猜猜我这次我带了什么礼物回来送给你 嗯 猜不到啊 嗯 来啊 猜一下啊 我要你猜啊 猜不到就是猜不到 怎么猜呢 你这个人真是没趣啊 我是这样的了 嗯 给你了 哦 吃个打开来看看 哦 哦 哦 啊 是一个标啊 喜不喜欢啊 多谢 以后啊 你要天天带着它在手上 那 怎么 你不想带我这只标啊 不是 只不过 这个标这么名贵 香港的治安不好 经常带着不是很安全的 那 我收好它 到适当的时候我会带的了 有 好好 艾云表哥 下学期开始我们就是同学了 到时呢 我们可以 天天一起上学放学 就像小时候那样 我想也没什么可能 为什么 你读第一年 我已经是二年班了 每天上课的节数都不同 时间未必可以配合到的 大家走一走就行了 看又如何 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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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找你 坐车游车 对啊 我现在只想睡觉 不要这么耽兴 对不起 山湖 算了 我看艾云真的很累了 不要勉强她了 那 她明天再陪你 今晚就等我陪你先 包括你可以玩得开开心心的 好吗 艾云表哥 那明天你真的要陪我了 不准加拉的 好 好了 山湖 不要再花时间了 我们走了 又好 拜拜艾云表哥 拜拜 对啊 艾云表哥 已经五点半了 我知道 你趕时间了嘛 我还没看完你做这几条数 我不是趕时间了 你可以慢慢看的 那行 不如你躺一会儿 哦 为什么 现在这个时候 应该喝下午茶的 下午茶 山湖还说等我回去 哼 说不定现在大哥陪她喝下午茶 艾云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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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Maggie 我们现在在補杂 我怕你肚饿 Maggie 你已经在读预科了 那些功课又越来越紧的 嗯 你不要想其他太多的东西 应该专心在学业方面的 我知道 算了 等我看完这几条数再说 嘿 还没補完集了 舅哥 Tony 我刚刚想抓你去打几局桌球 我不要了 找个第二个 不是吧 你还要多久才補完 差不多了 喂 艾云 不用補得这么足 其实你差不多 每天都補到过了 早走一天有什么所谓 我就不信你看少她一阵都不行 我一早就说过我这个妹妹依赖心重 已经Form Six了 还要天天找補杂先生来看着 那怎么说得通 哥哥 你说得太多了 我说得不对 喂 艾云 不用理她 她自己应付得来 来吧 我们去打出球 不是吧 我真的不去 就算不是和Maggie补习 我也不能去 为什么 我要赶回家 又要赶回家 昨晚你就说要和你表妹洗晨 那今晚做什么 要陪她 她自然有人陪 用什么 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要赶回去 对啊 我怕过了一分钟回家吃晚饭 啊 不如在我们这里吃 不是啦 我爸爸喜欢整家人一起吃晚饭 艾云 你真是一个难得的孝顺仔 什么事都要以你爸爸为重 事实上 也只有吃晚饭的时候 我才有机会和她坐在一起 她实在太忙 好吧好吧 那我不勉强你 我找爸爸陪我 对不起 哎呀 老有鬼鬼 不要说那些坏东西 是啊 你继续补习吧 好啊 艾云哥 你的表妹生得漂亮不漂亮的 哦 为什么你这样问 哦 没有啊 随后问一下而已嘛 Maggie 我刚才才说过 叫你不要上太多其他东西的了 你应该 应该学业方面专心一点嘛 是不是 我知道的 我以后都不会再分心的了 那行不行 好 那继续补习吧 是 哦 教人表哥 你回來了 我不在這裡 你怎麼可以進來我的房間 人家等你回來 你在哪裡 拿衣服洗澡 人家一心等你回來 你走了去洗澡不理人 我趕時間 一會兒又要出去嗎 要下樓吃晚飯的 不用這麼趕 吃飯什麼時候都可以 如果遲了我就會 我沒理由要全家人等我一個人 那我可以吃飯再洗澡 我們聊一會兒 不行 一定要洗澡才吃飯嗎 爸爸喜歡我們穿著整齊 乾淨站起來才吃飯 我給你看些東西 不會妨礙你很久 又有東西看 你看我這條裙子 漂亮嗎 我又不是研究時裝 尤其是女生 我更加沒有什麼認識 那你自己的呢 我自己 你說什麼 今天大表哥陪我去行公司 我買了兩件T恤 很新款的給你 你看看你喜不喜歡 不用了 我有很多衣服 爸爸每次出門 他都會帶些回來給我 你以後千萬不要再跟我買任何東西 你看都不看就說不要 謝謝 阿雯表哥 我要洗澡 我要洗澡 為什麼不彩人 是珊瑚 珊瑚 珊瑚,是你 做甚麼 我在隔壁房都聽見你的聲音 珊瑚 你哭 發生了甚麼事 艾雲呢 那個洗澡 他欺負人 珊瑚,他怎麼欺負你 人家一番好意 都被選了兩件T恤送給他 誰知他,他竟然看不看就說不要 艾雲哥,那你問我不是應該生氣 應該,應該 不過,珊瑚 你… 為甚麼,你敢幫助他 珊瑚,你不明白了 你剛回來兩天,還未了解艾雲 如果你清楚了解他的脾氣 你就不會再為這些事怒氣了 我們一家人早就已經習慣了 他的脾氣是怎樣的 他總是冷冰冰不理人 從早到晚,說話都不喜歡多說一句 回到家,除了吃飯 他就躲在房間 跟我們格格不入 完全不像一家人 沒理由的 以前他活潑很開朗的 以前是個小孩,現在不同了 人是會變的 何況還隔了這麼多年呢 他為甚麼會變成這樣 那是有原因的 誰知道 他只把所有事都放在自己心裡 我們也沒有辦法找出原因 只是知道他變得很怪 摺到金也不會笑 對呀,對呀,對呀 你提起我也覺得 他真的好像從來都沒有笑 整個憂鬱的小生 我說他像冰山 你走到他那裡 你就會被那些冷冰冰冰冷死 珊瑚,你以後還是少點接近他 那我就偏偏要去接近他 我要看看他到底有多冷 有多冷? 大概是零下五十度左右 驚人了嗎? 好,我就搬到火山來溶化他 珊瑚,其實你不用為他這麼浪費精神 我喜歡 好,好吧 我幫你一起搬這個火山,好嗎? 來,不要再慘了 我知道很快可以吃飯了 不如我們下樓吧 那…那這兩件T恤怎麼辦? 這些小事,用不著自己煩 這兩件T恤你交給我 我會幫你處理的 也好 大表哥,還是你好人一點 走吧 吃完飯之後 我帶你去夜總會看表演,好嗎? 好 兩夜裡遙遙秋千 黃泛輕盈與悲意 刺激中殘憤悲樂 心底愛意 仍待發意 求換我 有情一點 為我再浮雲一片 我及彩雲龍 朝著 這這美麗 仍是偏面 你 現在再次 從前 重溫 欠默天天 愛情如風 輕盈倫悠 每次 我 向愛 風景多變 晚安 滅 來 愛情如風 晦 當到 終途難 終選 我 此刻 情懷 問你 你在 混亂 喝 再 愛 遂 悲欢离合 夜风中第一回 是由李安球编导 岑海伦原著 阳远未改编 陈伟明录音 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求婚我邀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